大家好 我叫多多 我现在在上海读研 学着工科奠基工程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专业 我高中的时候想学表演 当演员 我爸非逼着我学工科 也不说为什么 就只会说 学好数理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不理解这两句话 除了押韵 还有什么逻辑 学好数理话 没让我学英语 走遍天下 走遍上海都困难 走遍天下都不怕 也没说怕什么 就反正什么都不怕 我要是走在路上 遇到有人抢劫我 让我把钱交出来 我说等一下 要钱没有 但你看 化学久失误 我抢前方说厉害厉害 不抢了不抢了 我把这些货 讲给我爸听的时候 我爸根本就不在乎 就在你面前换一套逻辑 小孩子没见过失眠 什么都不懂 听爸的准没错 我吃过的盐 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我听到这句话 我脑袋里的逻辑体系 彻底崩塌了 吃盐是重量 走路是距离 我怎么比 我要是相信这个 怎么学好数理化 因为我的学校 我的专业还有考研这些选择 全都是我爸替我决定的 我就经常在想 我为什么要读书 有没有可能 我就是一个工具人 在帮我爹读书 我爸高中都没读完 没过几年 我哥就出生了 我哥六岁上小学 五年级陶课去网吧 四季风雨无阻 三餐简单对付 我爸可能觉得 这个耗电费了 那一年我又出生了 整个时间相当有逻辑性 那现在我这个小小号不行了 这个电器工程专业 我学了六年了 大学四年研究生两年 年年到数 就我现在学业焦虑 我都不是害怕不能毕业 我怕我真毕业了 顺利进入我们电器行业 我怕他招不住 就我在手上刷新闻 说我们电力行业 某些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 即将实现全面自动化 减少人工操作 我心想你可快点吧 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就关键我爸对我期待特别高 每天像咪咪我打电话 儿啦 你要好好努力天天学习 长大以后挣大钱 光宗耀祖 我不理解 祖宗是大家的祖宗 你怎么不努力啊 这次两年最让我难受的就是 我发现我跟我爸完全沟通不了 我跟我爸说 爸 我现在的生活很痛苦 他说那你 别痛苦 你有得去 有得穿什么好痛苦的 我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讲脱口秀 他知道我每天 为了讲那种开放麦 来回地铁四个小时 一分钱挣不到 只为了上台 当几分钟小丑 他问我 你为什么不把那些时间 拿去要饭 还能为什么 地铁不允许 我说我想休学一年 我想停下来思考一下 到底想要什么 喜欢什么 这句话在我爸听来就是 我不想活了 我要自暴自弃 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很多人说富爱如山 什么叫富爱如山呢 就是你和他说话 传回来的只有回声 我说我不快乐 传回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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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这个片段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余祥宇 我是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 我这个大学专业 学的是哲学 大家一般听到那个反应就是 哇 那就是有文化 没工作 我读哲学 确实是不太好找工作 而且我身边有些朋友 还会调侃我 说找不到工作怎么了 你们学哲学的人 不是都很通通吗 你虽然找不到工作 但是你可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我咋辩证啊 说实话 我真的一点都不同头 因为我学完哲学吧 跟大家学任何专业一样 还是要出来找工作打工的 我发现现实生活 跟我学的不一样的时候 我只会更加矛盾 我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 我上午还在上课 我学那个资本论 什么资本会无情地压榨你 剥削你的剩余价值 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都流着血根 肮脏的东西 我下午去面试的时候 往那一坐 我可以加班 什么压里师多得呀 多劳才能多得 我去年经济压力 真的还挺大 因为我刚毕业 确实找不着工作 然后想干透秀 透秀行情又不太好 是不太好 当时我对象也被裁员了 半年都完全找不到 合适的工作 不知道干啥好 我最后都想着破罐子破摔了 我说这样吧 我决定了 咱俩就去开网约车吧 他说好主意啊 就差一辆车了 我研究过了 咱俩可以先租个车 等赚了钱再买就行 他说先租车再买车 你没看过骆驼翔子吗 余湘雨你要租车你就完了 你就一直给人干吧 你还叫什么翔雨啊 你就叫翔子 我这个人我真的很毛贵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导师跟我们说 咱们学哲学 不是为了赚钱买房买车 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精神世界 但我做不到 我去年压力最大的时候 就想着回学校 跟我老师聊一聊 我当时回了趟学校 我在办公室门口 就听到我导师 在跟其他教授讨论问题 俩人在聊买学区房 我当时整个人崩溃 那就是压倒骆驼翔子 最后一根稻草 我说老师 你也这么现实的吗 你上课教我的 可都是行而上学 背地里偷偷研究 小孩上学 我崩完之后 我发现其实我就是 很羡慕我老师 他有这个物质基础 你很多伟大的哲学家 也是这样 你像什么舒本华 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 但他自己是个富二代 舒本华的生平是这么写的 自由喜好哲学 11岁学习宗教学 15岁研读福尔泰和卢梭 19岁研读古希腊哲学 21岁继承父亲遗产 我课程表上没有这么课 我21岁还在那儿看 什么是自由 什么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 舒本华啪给我一巴掌 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看完都觉得 我看不懂舒本华的哲学是应该的 可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 就是单纯没有办法 跟有钱人共情 你看他写那些句子 什么意志决定命运 真的吗 我怎么觉得是遗产决定命运 还有什么不要拿健康换取身外之物 你舒本华是不用换呀 你拿你爸的健康换的 还有那句最经典的 人要抑制自己的欲望 因为人的欲望无法满足就会痛苦 满足了就会无聊 我想无聊 太想过无聊的生活了 我虽然现在是靠搞笑有趣吃饭 但你问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做一个无聊的人 有趣有什么用呀 你在我们这个行业 有趣的灵魂千篇一律 无聊的人生才是万里挑一呀 好想过上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 住在陆家嘴的顶层豪宅 穿着一件真丝睡袍 端着一杯红酒望着窗外 没啥意思啊 我现在通透了 我觉得最基础的哲学问题 我已经想通了 什么我是谁 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我是翔子 我从那里来 想到那里去 王震宴 建议副个小语小语 感谢 感谢小语的表演 请不要忘记为她投票 三二一 请锁票 好 恭喜她也是获得了 气氛组的一共14票 吴振宇老师可以说说 他哪块打动你平时也看哲学吗 他的西方哲学 我看的是东方对照 我也有东方哲学段子 对 对 这都很好玩 因为用一些经典的哲学 那个无聊的哲理来反映现在的生活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 还有那个包袱一层一层 对 也是很好 谢谢 吴振老师呢 我那个电影逆行人生 不是演那个 去那个送那个外卖站 那个送外卖嘛 然后里面有一个哲学博士 就是是哲学博士 然后来送外卖了 然后是我们的那个 集中的一个副导演演 演完了以后演得不好 结果那个戏被我剪掉了 我早在这儿请他来演 谢谢 谢谢 那个 您想拍别的职业我们也可以 哲学者什么工作都找不到 我们什么工作都能演 都能演 都能演 而且 他的表情 他的表演 他其实塑造了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呢 又是他自己 又不完全是他自己 就是我觉得很生动 很真实 但是又在笑的背后 就是感觉又有很多心酸 这个我觉得这种就是很喜剧的 就是人家站在舞台上 这整个这个 从一上台这么一鞠躬 再到最后 他其实是非常骄傲的 非常有底的 非常有野心的 你知道吗 你看老朱你看看人家 你就憋着要医保 你看人家 人家野心 我从这边来要到那里去 我觉得这就已经成功了 没有野心不行 舒本华21岁就继承遗产了是吧 对 您加油 您加油 加油 好 送上我的祝福 谢谢 这包袱我就拦不住 这个是 其实我在线下看过翔子的演出 然后我觉得翔子是一个 特别有观众缘的男孩 就他那个小眼衣咪 就是斜着 斜着脸 讲话的那个状态 是特别 就特别招小女孩喜欢我觉得 是吧 喜欢吗 喜欢 喜欢 你们都是虎妞啊 你们都是 我觉得他的那个文本结构 到他的表演都很放松 然后整个就是刚刚徐庄老师说的 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 所以就是我也很喜欢 他 去掉 着 音频 我